國內疫情逐漸的平穩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預計 明天要說明在戶外免戴口罩措施 但陳時中強調 並非所有場合都可以拿下口罩 像是夜市邊走邊吃 絕不開放 實際詢問夜市貪症 還有民眾都很認同 畢竟拿下口罩多少有風險 我們今天的確定的病例裡面 本沒有本土的病例 境外移入的有實例 那也沒有死亡的個案 連續三天本土加零 但境外還是有實例移入 顯示國際疫情仍舊嚴峻 三號國內將鬆綁規定 雖然指引還沒出爐 但指揮官陳時中明定這條不放寬 來到夜市裡頭 就算你買了好吃的胡椒餅 但是呢還是只能先忍忍 把口罩給戴好戴滿 不能邊走邊吃 一定要啦 不管說是怕 我們商家也怕 然後那個客人也會怕 都會都會怕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口罩戴好戴滿 對 現在有疫情 店家民眾都認同就怕邊走邊吃 再釀破口 初步放鬆鎖定空曠處 像是山友爬山不一定要戴口罩 農夫在耕種也不強制 但詳情還得等三號公布 只是不少人也在問 邊境究竟何時能鬆綁 旅社或集中檢疫所檢疫到家中去檢疫 我們大概是還是要有一點會比較晚 但我想屏東的案例 大家還記憶猶聲嗎 再提屏東Delta事件入境管制 仍舊從嚴而國內疫苗施打涵蓋率 也要再提升 第十輪疫苗開打第二劑AZ高端以外 加開BNT第一劑接種 看看開放的對象為六十四歲以上民眾 十八到六十三歲的第九類 還有十八到二十二歲的人 但是二十三歲到五十歲青年上班族 第一劑都打不到 讓不少年輕人吶喊到底為何會被忽略 陳時中要大駕不要太心急 雖然依舊不正面回應好消息 但接連幾批疫苗來台 年輕人再等等想打疫苗 不怕沒機會 記者綜合報導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